美容集團 面臨史上最大經營危機 去年慘虧244億 超過一個資本額 將減資36% 彌補嚴重虧損 大家好我是台聯志工黎子 那這位是我們前立委 周妮安 我也是台聯志工 玉龍他是 我想大家有印象的話就知道說 在早期我們所有的汽車 都只能開玉龍 開國產的 那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1960年的時候 就有成立了 玉龍那時候要成立汽車廠 那中國國民黨 他是一個很打國題字的 一個公司 那他就說 大家要共提時間 所以就只有玉龍一間 可以成立而已 其他通通都不行喔 只有玉龍一間 對 那所以呢也讓其他的車廠都倒光光 因為其實在日本時代的台灣 已經台灣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 對 他其實不是那麼農業社會 是工農都有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產業 其實都已經有一些成熟了 但是後來在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呢 他很多的產業他想要霸展 他想要獨佔 那玉龍就是其中一間 那大家知道嗎 在1962年的時候 中國國民黨還通過了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那這個裡面呢 規定一件事情 這個 志工你還沒有出生那個時候 1962年 大家知道嗎 那個時候還規定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計程車 你只能使用 國產車 那就是玉龍 國產車就只有玉龍而已 那其他家車廠去哪 倒光光了啊 就是他就是不准 就等於是政府嘛 就像現在中國共產黨一樣 你要去申請什麼公司 是不是要經過政府 那那個政府就不給其他 就是不給其他的車廠成立啊 所以你要重新來做 拿執照什麼的都不行 那只有玉龍一間可以 然後是唯一的一間 所謂的中華國民 中華民國的國產車 然後呢 又規定計程車全部 所以以前小時候 我小時候看到的計程車 都是同一個樣子 那玉龍怎麼那麼厲害 他老闆是誰啊 玉龍他老闆呢 他背景是多硬 2018年他是 顏凱太過世嘛 對對對 那顏凱太的爸爸 叫做顏慶玲 然後顏慶玲這個人呢 他是國民黨的那個高官 就是中常委 就類似像每個黨都有一個 中職委啊 中常委 他是中常委 權力核心啊 對 所以呢 大家知道嗎 那個時候喔 在1960年代 剛才講的 那個時代 那開計程車 你又只能開國產的 所以又只能開玉龍 然後一台呢 還要賣20萬元 以前的20萬 很大喔 很貴喔 然後呢 而且就是1974年 就是你也還沒出生 我已經出生了 那個時候也進口 日本的車子都進口 那所有的進口車來到台灣 都這個給他增很高的稅 進口稅就對了 所以請問一下 大家知道 這就是一個獨霸事業了 而且政府給的補票好像也很多 對 他用 他其實是用高關稅 去保護玉龍 所以你就最後可能 人民在選擇的時候 就說啊不然就 這個比較燙啊 不然就開 開叫蓮子 喔 玉龍 再講更早 有一部車叫飛鈴 不知道你那時候 好像有印象 飛鈴101 那就是什麼 他們研花 這個玉龍研發 有了這個我有印象 但是你看 現在路上 哪裡看到 很多飛鈴 原來卷都很少 我們還是有那個飛躍的領養 激鎮 那個還在 但是那個飛鈴這種車 根本就不知道已經 那個破銅爛鐵都拿了 其實到現在台灣 大概捲的車也很少對不對 是 主要是他的售價好像也高到下值 沒錯 那你看 其實如果 照我們剛才講過來 玉龍是一個 被整個政府 所保護的 一個產業 一個公司 但是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 你看這種 可以這樣說嗎 因為你是黨國體系的公司 對不對 對 它其實就是裡面是一個 非常 非常國民黨的Style 而且 2017年 那林俊縣委員 有開一個記者會說 玉龍 光 經濟部的補助 就拿了16億 不包含其他的 光是經濟部的補助 就拿了16億 而且 玉龍的車賣多少 大家自己也知道 就是他拿了政府的補助 又把車賣的這麼貴 你覺得誰會買 他拿政府很多的補助 那也不談剛才我那個 被高關稅保護 所以大家就會買玉龍 可是玉龍呢 他自己是非常的不長進 他其實之前要研究那個 油電車 但是那個油電車 也給政府拿了 將近100億 真的喔 對 其實都是迷我的錢 妮安姐之前當立委的時候 有看過有沒有類似玉龍的補助 我是只有一點點印象 那但是 我在說更早一點的話 說真的 我以前還曾經去玉龍去interview過 喔真的喔 為什麼 就是很久了很久了 20 超過20年了 超過20年了 這樣大家都知道我這樣 那時候 玉龍應該 感覺是不錯的公司 因為那時候你就會想要找 比較可能大一點的公司 那時候說真的 我跟政治 就是我真的不太懂 就是說 喔這是什麼藍的綠的 我那時候沒有什麼 這樣的概念 但是 但是 這幾年我們當然接觸了很多的資料 我們就漸漸知道 喔原來那是比較 這個黨國體系的公司 那甚至 其實 我那時候interview 也不是在義龍公司 他們還有很多子公司 你知道嗎 最後有一些什麼投資公司啊 什麼什麼的 知道是玉龍集團的 那 不過也好險沒有過去啦 如果過去的話 我也會活得很不好 我想 被壓榨的勞工 應該沒有辦法 在那邊工作很久這樣 這是什麼 上層的決定 會影響到底下的員工 上層一個 腦殘的決定啦 我來台臨之前的一個工作呢 也可以算是前作四少人家境的工作 但是就是 就是我在裡面的氛圍 我就是後來就覺得自己沒有辦法適應 所以是都是聽別人的 然後 或是長官要你做什麼什麼這樣 我想現在還是現在年輕人 就是比較喜歡這樣的時代喔 不過 玉龍在3月31號財報EPS 你安姐你知道多少嗎 嗯 我知道 而且是很嚴重的 minus 對 -14.91 91 對 -14.91 差點講錯 這是什麼聽文數字啊 對 好像是今年一口氣 任列了200多億的虧數 不過我們要跟大家講 這應該不是因為肺炎 武漢肺炎的東西吧 對 其實爛很久了 就是 他 跟很多銀行界很多錢 對 然後可是他 這個也沒有用來買什麼固定的資產 也沒有 前陣子看到新聞零外銷 新聞寫零外銷 可是他現在是把一堆錢 現在有一堆錢 他是要投資中國的納資金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他公告說他準備投資中國59億 可是在台灣又要減資 對 減資了240幾億 這個是不是感覺有點像華映對不對 就是把我們台灣這邊的資產 有點是掏空 不是有點 是嚴重的掏空之後 因為他如果 因為說有掏空的錢 你等一下玉蓉會告你 有掏空的嫌疑喔 是不是這樣的 不然為什麼這邊在減資 那你表示你沒錢 你才要減資 那你現在為什麼 他又有錢去投資中國 但我想我的問題是 請問我們的政府 我們還有政府嗎 我們是一個有政府的狀態嗎 就是他是一個上市公司 有非常多的股民 對不對 對 股東嘛 那請問一下 通常我知道 大家可能手上保有一張兩張 那種像散戶 對 或是好像十張二十張 這個 這樣子 可是你看他一口氣 減資了 240幾億 他就要把他這樣 好像打消呆帳一樣 當作就是沒有了 當你這回事 但是你現在又拿一堆錢 將近60億 要去投資中國 這個 真的很像華映 大家 我幫大家review一下華映的案例 沒問題 就當時華映會破產的原因 是因為 中國的華映向台灣的華映鎖賠 造成台灣的華映倒閉 就是他賠不出來的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 中國的華映保證中國也10%的獲利 在台灣沒有 那台灣的投資人就是寫的很貴 而且那個華映的員工也很多的薪資 還有他們的退休金 還有那個資遣費都沒有拿到 就是典型的就是 錢進中國台灣不理他 對 這裕隆現在就是在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都是懷疑 我們不敢下訂閱 我很好奇說 各位我們在這個螢幕前面的朋友們 大家對於像這樣子的企業 你的忍受度還有多少 就是他拿我們台灣的這樣的錢去 當然你也知道說 資金是Global是世界性的 問題是你現在 假設你今天投資台灣30億 去投資中國60億 那我覺得說現在投資 你要減資 然後卻沒有錢了 可是你錢到底是哪來的 那錢去中國投資的錢 到底是哪來的 應該都是要 不知道去幹嘛去的 而且育龍真的很不爭氣 因為我們來看韓國的現代汽車就是這樣 那個韓國的他們國家 算是他們國營的車子都可以賣到這裡 可是你去韓國有看到育龍的車嗎 真的賣太貴了 大家去查價格 我們現在不要講 在韓國賣的現代汽車 跟台灣賣的拉卷 大家一筆那價格 性價比一筆就知道了 我們這樣一路走過來就看到 你看從1960年到現在 加進一夾子的時間 一夾子的時間 然後政府 政府我們繳的稅 我們說公圃 他們其實是在保護某一個特定的產業 而且是黨國體系的公司 要查一下他跟各個銀行 到底借貸了多少錢啊 因為很多人是借錢 然後錢進去中國 這些都是要查的 不過育龍發生這種事 其實沒有很意外 我們接下來進入最重要的燒 給大家Review一下育龍的財務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說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每月營收 可以看到他從2015年一路到現在2020 他營收是逐年下降的 為什麼逐年下降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細節很奇怪的地方 我們來看到下面 他資產項目裡面 他的固定資產是沒有增加的 也就是說他的設備 沒有增加的情況 他如何去發展更多的更多更好的車呢 再來看到他的流動資產是快速的增加 你的資產增加很多 但是你的營收逐年下滑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嗯 而且啊 廁所會的就是他沒有把那個錢呢 拿去買固定資產 對 你看不到 固定資產就是像 土地啊 那剛才講的機器啊 設備啊 廠房啊 這都是固定 因為帶不走的 可是他覺得是 他卻是流動資產的增加 對啊 那他是拿去都是拿去 都是幹嘛的 我也不知道 流動的話就是會動的 一年以內 一年以內會動用的資產 尤其是他負債比很高高 他70幾% 大家去查就知道了 這個是很不健康的工程 還有一個點就是 股東權益和負債的比例 然後高將近300% 也就是說股東權益乘以3 等於他的負債 這一點就很有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到 現金流量表的部分 2019年第二季 他營業現金流是負的138億 那第三季是90多億 這也就算了 他的融資居然是 相對比於第二季來說 營業現金流減少138億 但是融資現金流增加了75億左右 然後第三季的時候 營業現金流掉了90億 但是融資現金流卻增加了40幾億 所以一直在借錢 所以就是借錢了 但是你的營業的現金流 卻沒有 卻大幅卻在減少 所以錢到底跑哪裡去 錢去哪裡了 難道去嚴家了嗎 不知道 不要忘了嚴家 應該不可以選賠錢 可是到底去哪了呢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 這是公開的一個上市公司 你這個公司有責任 向你的股東 向這個社會 向你自己的員工說明吧 對 可能這個員工可能也要 也許 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退休金拿來 所以 所以我們志工才擔心說 他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花印 對 就是說你融資的現金增加這麼多 但是你營業現金流卻 減少得這麼 付得這麼多 到底錢去哪裡了 你很好奇 真的很好奇 最後我們再看到 全年度來看 我們從2014年拉到2019年來看 他的融資現金有很奇怪 在2017和2018的時候 增加了非常的多 2017是 這應該是317億 然後2018是421億 2017和2018借了非常多的錢 都去哪裡了 借多少錢呢 借了800億耶 將近800億喔 這麼多 哪一個 哪一個數字 這樣 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是730幾億 730幾億 對 很高的數字耶 前去哪裡了 然後這一季 第四季 又虧損了14.91元 DPS 沒股耶 又虧損了這麼多 我們其實在這裡 華域玉龍就是下一個華印 那除了請各位投資人小信以外 也希望政府 蔡英文政府還有金管會可以去查一下 到底玉龍在中國動有多大 對啊 而且這個國家 政府拿我們的納稅人的錢 補助了這個公司 補助了100億這麼多 超過那麼多錢 那請問一下 補助的那個 總要有個成績單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